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您对罐头的印象是什么呢 现在除了我们常见铁制品做成的罐头 有台湾业者突破技术 特别研发用软质包装来取代 让消费者不仅更方便使用 还能够轻松品尝 这一种材质是 也可以经过高温杀菌的一种包装方式 乳过的豆干 切片的鲍鱼 甚至是整只的小茧 一打开就能品尝 这么方便 其实它是罐头 从饮料 肉品到食材 这些都能放在罐头里 还有像是台湾业者自己研发的盐渠 因为属于发酵食品 容器的选用 省了保鲜以及安全的最大考量 这个是发酵的东西 它可能就膨胀了 这是比较危险的 那如果做成罐头类的话 我们用真空的密封的话 它就比较容易保存 消费者有的时候会认为 罐头食品可以摆得那么久的时间 没有坏掉 是不是有放防腐剂 基本上是完全不需要 因为罐头食品加工的原理 就是不需要加防腐剂的 可别小看这些罐头食品 这可是台湾早期60年代的主力外销 洋菇 无损 光是这两样 在台湾经济刚起步的年代 外销欧美 分别达400万标准箱 大约是4亿罐的罐头 占了台湾外汇的十分之一 但后来由于受到原料 人工以及汇率的影响 台湾罐头产业跌入谷底 工会会员从1975年的400家 到2008年只剩78家 直到这几年罐头产业逐步转型 才让这一个传统产业 有了新的发展 台湾的盐花 盐花跟创造这一块 确实做得很好 变成说也不一定只有说 罐头的产品打开 就直接吃的方式 像很多罐头要变成说 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料理的产品 然后另外有一些更方便的产品 就是软包装的产品 包装材质是有特殊材质 并不是随便的东西都可以做的 目前台湾罐头工会会员 超过120家 一年为台湾创造百亿产值 虽然占台湾食品业 总产值不到十分之一 但是为了延续台湾产业精神 业者选择不断研发新品 创造传统产业的新礼机 新唐人亚太定视高建伦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